我們先看到這在美國的一個餐廳 餐廳裡面的廁所打烊沒有人 可是沒有人的廁所居然發出怪聲 一看把你嚇死了 抱歉 這個是一個連鎖店叫做Farmer Boys 它在加州河濱市的分店 整個店已經打烊了 但問題是打烊 大家在做終端清掃 最後清掃的時候 說奇怪 廁所怎麼一直有聲音 那是不是有人在裡面 你仔細聽 就聽到那個怪聲 而且明明沒有人 因為都已經打烊 誰會留在廁所裡面 而且更要命的是 門打開 繁瑣了 所以他們想說 好 我們去試試看 想要把它打開 但沒想到裡面傳出怪笑聲 而且很清楚是女生的笑聲 大家想說奇怪 我所有同事都在這邊 餐廳的顧客都走光了 到底是哪來的人在裡面 那快點裡面打開什麼東西 抱歉 還沒玩 那他們就很害怕 就想說是不是有人有毒蟲 在裡面吸毒或什麼 馬上把店裡面監視器調出來看 在他們打烊之後 沒有人進出廁所 所以沒有人進去過 沒有任何人在裡面 所以你知道最後結果 全部人都跑了 全部人想說糟糕 我們沒辦法 吓死了 因為主廚先下班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來的時候 主廚拿了鑰匙 打開門 裡面空無一物 所以主廚進來的時候 裡面也是反鎖的 對 他說拿開鎖打開 裡面是空的 對 所以第二天主廚才來的時候 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怎麼可能沒有我的鑰匙 然後裡面又沒有人 有人能夠反鎖這個廁所 我打開一看 裡面什麼人都沒有 所以這變成最近網路上 最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是 到底是誰或是什麼力量 被關在這個廁所裡面 讓這一群餐廳的員工 嚇得落荒而逃 所以如果有人二座劇 有人躲在裡面 裡面真的有人的話 那也不會說第二天的時候 裡面還反鎖 那我如果離開 怎麼鎖門呢 抱歉 所以第二天大廚來的時候 他本來以為他們在熱作劇 可是大廚也沒辦法解釋 如果門反鎖 只有我的鑰匙打得開 裡面現在卻沒有人 監視器又再看了一遍 也沒有人進出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明白 到底是什麼人發出那個聲音 又是什麼樣的狀況 才能夠讓一個廁所的門 自己反鎖 沒有鑰匙打不開 而且我們看到廁所 電梯 地下室 最容易有這種怪東西 抱歉 如果你進到一個 空無一人的廁所 你聽到這是一個很落後的 沖水廁所 竟然自動沖水 你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你覺得很害怕 想說搞不好是自動沖水 你靠近一看 其實這是最落後的 手壓式沖水 然後你覺得 沖水哪裡來之後 你再定睛一看 看到沒有 右手邊衛生紙忽然自己斷掉 沖水 飛出一張來 然後你已經覺得要 又一張來了 在幹嘛 你想說會不會有魔術手法 是不是被黏住被人家抽 但你仔細想一想 衛生紙兩邊應該一樣脆弱 然後更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原來拿來沖洗廁所 那個蓮蓬頭 自己掉了下來 所以保潔到現在為止 你除非說它是剪接 或者有人在螢幕另外一邊 玩什麼樣的花樣 否則你沒辦法解釋 前面一個影片 那這有什麼 好 這個影片就更妙了 他在惡作劇 他跟朋友想說 我今天要嚇個人 結果糟糕 沒想到 隔壁沒有人 怎麼辦 那到底是什麼狀況 結果他手機一轉上去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嚇死人 因為手機轉上去 看到有一個人 在天花板上面 你看他嚇到 趕快拿手機跑掉 我跟你講 那人從來來的 保潔不知道 你知道我剛看到這個畫面 我最早的時候 他想說 看到鬼啊 怎麼可能 你看他想惡作劇 想太黑 我朋友在隔壁對不對 他聽到旁邊有人 對 結果想說 我是不是要嚇他一下 結果沒有人 可是沒想到 他手機一轉上面 你仔細看 看到沒有 嚇死人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這影片後來上傳之後 當事人說 我真不知道隔壁是什麼東西 我湊巧拍到這畫面 我手機丟了 我後來鼓起勇氣 才去把它撿回來 保潔 所以在廁所 真的是人類最恐怖的根源 你不要嚇人了 我不是這樣講 我跟你講 我還講一個30年前 發生在日本的懸案 到現在沒有辦法解釋 而且跟當地的核電廠有關係 保潔 1989年2月28號 福島那個地方的一個女子宿舍 就女教師住的地方 有個女老師下午6點 小學已經工作完了 她回到她的教職員工宿舍 正要在抽水馬桶 那個時候 對不起那邊沒有沖的馬桶 那個很爛的那種 蹲式糞坑式馬桶 她正想要上廁所的時候 突然覺得 這個直通地下這個洞裡面 怎麼好像有什麼東西 她覺得很害怕 怎麼可能 這是我廁所 我還單身在這邊 結果走到外面 你知道最早的時候那個 我們說有點像糞坑 對我跟你講 糞坑就這樣子嘛 從外面再撈出來對不對 就是這樣一個U型管線 她看到裡面好像有東西 覺得很害怕 跑到外面打開來 平常抽糞的那個孔 她把人孔蓋打開 把化糞池打開 發現一條腿 而且這腿還不是斷掉的殘肢 她連在一個人身上 她嚇壞了 把所有的校長校警都找來 怎麼會有一個人 在我的敦式馬桶裡面 而且更妙了 等到一群人都來之後 發現這個人拉不出來 發現這個屍體不是我們想的 什麼被人家硬塞進去 或者是只有一條腿 不對 她是一個170公分高的成人 是這個樣子 對寶傑 一個170公分的成人 這邊只有20公分 這邊只有36公分 你怎麼塞也塞不進來 寶傑不要說塞進來 你想想看 就算她面對的這邊 踏進去 你沒有辦法在裡面轉身 她最後被發現姿勢非常奇怪 上半身赤裸 對 上半身赤裸 她的衣服脫下來抱胸前 然後腳這樣拱起來 這是她的衣服 對 她衣服 抱歉 你看這個荒謬的地方是 鑽進去都不行了 你到底怎麼在裡面把衣服脫掉 你怎麼抱著一個衣服進去 而且更扯的是 最後她的屍體要把整個洞 徹底挖開來才拿得出來 要把這個劃分成整個拆了才能夠出來 對 我告訴你 這還只是其中一部分 當場發現有一隻鞋子掉在裡面 那你們想說就掉鞋子嗎 搞不好她不曉得已經掉進去 結果你知道另外一隻鞋子在哪 幾百公尺以外她的車旁邊 而且問她爸爸 這個人其實在當地很有名 她還在核電廠工作 問她爸爸說上次看到她四天前 這個人就跟她爸爸講說 爸 我出去一下 再也沒回來 等到被發現的時候 就是人以不可思議的方式 在糞坑裡面 在鑽進糞坑裡面 而且身上沒有任何的傷口 法醫當時只能說 不是窒息 不是勒幣 不是被人家毆傷 不是任何的外力造成 天太冷 肺衰竭 抱歉 如果會天太冷 肺衰竭 你到底怎麼 鑽到一個地底的糞坑裡面 卡在那邊 再也挖不出來 後來30年間 日本節目不斷的重複 探討這個事情 找不到原因 發現他們無法重現現場 這個人也沒有軟骨褲 也不是什麼特殊人物 但他到底怎麼鑽進這個地方 死在裡面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哈囉大瑞德 在台灣也有這麼多 恐怖的廁所怪異事情 對 沒錯 台灣的名嘴最害怕上了廁所 我是講真的 台灣的男女名嘴 都最害怕上的這一間廁所 那麼這是位於一個 電視台的地下室 那麼這一個電視台 事實上我以前常去 但是我一進去就覺得詭異 為什麼 因為很多電視台會拜什麼 土地公 關公或怎麼樣 他拜的是地上王菩薩 地上王菩薩 這個很奇怪 不是鬼魂嗎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看過那麼多 去過那麼多電視台 拜土地公的很多 然後拜關公的也很多 可就絕無僅有是拜這個 等說地上王菩薩 那麼這個廁所為什麼怪呢 因為它怪的地方是 有兩個我認識 而且非常熟 平常言辭犀利的女名嘴 那麼他們在這個電視台的地下室 那麼錄影的時候 那麼後來準備錄影的空檔 去上洗手間 那麼在洗手間 如果這個等於說有朋友 或是其他人一起跟你上廁所 那你就比較不會害怕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但是如果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 如果你上廁所上到一半 突然間有一隻冰冷的手 摸到你的屁股 你會在這邊 是假的 我在這邊地方發誓 是真的 第一個跟我講的時候 我還會存疑 你知道嗎 當第二個跟我講的時候 那種害怕跟金句 我就知道這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連我也遇到了 事實上我們在場 有好幾個都遇過 那後來在這個 有其中一個 這個鬧得最兇的一個攝影棚 也是在這個V1的這個攝影棚 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 所以我開口 剛好在那個攝影棚 那麼錄影的時候 開口問了一個 跟我非常熟的一個女主持人 我說聽說這個女廁所非常的邪 那麼這個攝影棚聽說 她馬上說不要講了 你不要講 你不要講 她沒有惡意的 她沒有惡意的 她只是出來看錄影 你知道嗎 她只是出來看錄影 她知道這個是 對 然後她叫我不要再講 你講下去 我們等一下都不知道怎麼錄影 所以不要再講 你就不要再講就對了 我們都知道 所以不要再講了 好 結果同一個節目 同一個主持人 事隔一兩年了以後 有一個號稱是一個小髮王 就是有靈通能力的一個小髮王 她來錄影 錄完影 那個小朋友大概只有五六歲而已 錄影完了以後 她突然間就跑去跟我這個很熟的女主持人說 哎呀 哎呀 你們這個攝影棚裡面 有一位跟你們都不一樣的人 她大概是二三十 看起來就是年紀比你們輕一點 戴了金邊眼鏡 各位聽到這裡的時候 所有人全部嚇了一跳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看到戴金邊眼鏡 那麼穿長袖的襯衫 下面是牛仔褲的人 至少超過十個以上 那你知道她是誰嗎 她是誰 原來她是其中一個工作人員 曾經在這個地方為了調燈光 因為那個攝影棚非常的大 結果從上面砰的摔下來 摔死在這個攝影棚的一個工作人員 所以呢 這個攝影棚的故事太多了 經歷過的人不是只有名嘴而已 包括藝人 包括誰 太多太多了 所以大家公推是全台灣最可怕的攝影棚之一 那麼很多女孩子要去上廁所 還會相約大家一起去上廁所 否則一個人絕對不能去上他的女廁所 那麼事實上在這種片場的這個廁所 有七七過關的是 我還聽過很多的藝人朋友告訴我 在哪裡呢 在北投有個片場 北投有個老舊的片場 那麼事實上包括藝人 包括男女明星 那也包括一個男導演 這個男導演是脾氣火爆出了名的 他遇到什麼不高興的 沒有那個的話 他就罵三字經 他完全不相信 他對這個鬼神之說靈異之說 都是胡說八道 不可能有這種事 那一天剛好拍片 拍到晚上的時候要放宵夜 所以放宵夜以後 他想說肚子不舒服去上個廁所 那麼他一個人進到這個洗手間了以後 裡面沒有人 你敲門的時候 為什麼裡面會有門呢 他心裡想耍我嗎 他故意你們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知道 我常罵人說 故意是耍我 不管了 先裡面裡面蹲就好了 蹲到一半以後呢 一進去裡面開始蹲了以後 外面開始敲門 他的門外面開始敲門 外面開始敲門了以後呢 他心裡想 有人啊 裡面有人 就還是敲門 還是一直敲 他這樣一把火的褲子都還沒有穿啊 一把火沒打開 你 沒人 打開沒人 你知道嗎 沒人了以後 他第一個想法是 有人要忍我 所以呢 他說那時候不害怕 好好好門關起來 等一下要讓我逮到 你這該死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警戒兒來把褲子 屁股擦擦 褲子穿好了出來以後 他故意不出去 故意在那邊等 然後呢 一開始有人敲門的時候 砰的出去要抓人 結果還是沒有人 他一氣之下 因為這個人不可能速度這麼快 前面還有一個水槽 你不可能速度這麼快 就衝出去嘛 一定是躲在後面的 你知道嗎 一間一間去打開 沒有人 你知道嗎 到這個時候他說 他愣了一下 他到最後一間打開 愣了一下 這時候他開始 開始覺得好像 怪怪的了 好像傳說是真的 怪怪的了 因為這個 這個攝影棚太陰了 傳很多故事 後來他想 真的可能我遇到了嗎 真的有 事實上真的有 這個所謂阿飄 好兄弟的存在嗎 他還是不相信 所以呢 他就故作真驚狀 然後呢 走到門口的時候呢 突然間 那個燈就關掉 然後關掉以後 他想 一定整我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把燈 全部打開以後 然後高喊說 你們騙不了我的 你們躲在哪裡 讓我逮到 你就該死 寶貞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 他跟我說 下面以下這個動作 發生了以後 他真的相信 世界上有我們 不知道的東西 發生什麼事了 他一罵完了以後 燈光開始 一閃一閃就算了 不是有好幾間 那個廁所的門嗎 對 全部集體在一秒鐘之內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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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然後就跑出去了 啪啪啪啪啪啪 我開門給你看 那個是 那個是不可能 有人去操縱那個門的 然後就啪啪啪啪 這邊過去啪啪啪啪 他愣在那個 跑出去 然後所有人問他說 達遠你發生什麼事 收工 收工 收工了以後就跑掉了 所以這個攝影棚 大概是我聽過 這個得說片場 跟這個廁所 大概是我聽過 這個片場裡面 最恐怖的一個廁所 聽咖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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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